hello 大家好 是张国老 最近的话我们家出了一款比较好的果树 叫车离子大樱桃 很多朋友的话 尤其是我们这个南方的朋友 特别喜欢种这个车离子大樱桃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这一下子推出了三个比较好的品种 给大家种植 它都是一些低蓄能量的品种 蓄能量只要400到500个小时 我们一般长江流域的话 基本上蓄能量可以达到800个小时 所以的话这种樱桃的话 基本上只要在我们这个冬天 稍微有这个霜的地区 基本上这个品种都可以种 所以是比较优秀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这次出的品种的话 还有两款是自花受粉的 意味着它一颗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搭配在一起的话 会更好一点 如果我们家庭种植的话 首先推荐给大家种植的是这一颗 我们叫红安热烈 这款品种的话 它的特点就是比较早熟 然后它自花受粉 另外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的甜度会更高 所以就先种这一颗就OK了 然后其次的话 如果还想要搭配一颗的话 可以选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品种 叫福瑞斯科 福瑞斯科相对于前面的品种的话 它的果气可能会稍微晚一点 以前的话 它的产量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自花受粉面的也可以达到50% 最后的话 还可以来一颗我们的这个火箭 火箭的话 这个品种的话 最大的特点就是 这个果实的比较大 通常来讲 比前面这两个自花受粉的品种的 果实要大个30%的样子 虽然它果实大 但是因为是磁珠 所以的话 我们必须要给它搭配一下 福瑞斯科给它受粉 三颗的话 这颗火箭是很难去开花挂果的 除了这些品种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的像珊瑚香槟 还有瑞德 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 但是我们初步入门的话 还是先推荐大家 先种上一颗自花受粉的 这个福瑞斯科 和我们的红安初恋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